两名台湾乘客一死一重伤 那么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银灰色的箱形车已经支离破碎 整个前座严重的扭曲变形 地上则是散落了各式的汽车零件 还有玻璃碎片 可以想见当时的撞击力道有多大 4号的上午8点 就有一名越南司机带着两名台湾乘客 是在越南的芽庄市路段发生了车祸 当中49岁的台湾乘客陈慧玲当场死亡 另外一名台湾乘客则是重伤送医 当地媒体报道 这两名台湾人搭的车辆是突然一下失控 冲网了对象车道撞上卡车 才会造成了这样一起惨剧